Rio聊世紀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要來看匈奴人對上波蘭人 地圖是天梯阿拉伯對戰地圖 好 我們來看一下青色 青色是波蘭 波蘭它的特色是大莊園 大莊園旁邊撒的農田 可以直接立即採收 10%的食物 所以波蘭人應該算是食物獲取量 最迅速的一個文明 它本身也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它可以打步兵 戰錘兵跟騎士 強奴也可以打 因為它有拇指環也有強奴 所以本身破爛的戰術選擇 算是非常多變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匈奴 匈奴最大特色是 一開始木材減100 但是不用蓋房子 所以一開始它的人口就是200人口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不擅長蓋房子的玩家 那匈奴會很適合你 那它最大的特色 是城堡時代跟地龍時代 工兵都有減免費用 那最特別的是它這個寶兵 打拉和騎兵 有這個超高遠防的一個效果 那它打這個建築物還有額外傷害 所以這個後期 匈奴人打騎兵馬攻路線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兩方的一個配置選擇 匈奴這邊選擇要 然後感覺是三人伐木 十九匹漏馬 的一個開局方式 看一下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四伐木 感覺不一樣 那當然也有四伐木的一個漏馬開局流程 沒有說哪個配置一定是最好最完美 就是看這個戰術需求 所以這個配置會稍微微調 可能多一村或少一村 都有可能 那目前看起來 匈奴是打一個比較穩健的方式 可能 有可能會打小弓 有可能直接打棒棒 都有可能 因為有時候四伐木是為了要打棒棒 然後高速去下這個 軍銀 因為這裡還要下一個模仿 所以木頭會比較缺 而且他一開始喔 木頭又減100 這邊四伐木可能真的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目前看起來 匈奴這邊 要下軍銀了嗎 這裡有點忙 在趕路 趕路的時候不會去做其他事情 專心趕 趕完之後 200木頭 沒有下軍銀欸 來看一下波蘭這裡好了 波蘭的話 這邊是選擇一個四幕開 兩邊都是四幕開 但這邊又加了兩個 那P數都是19P喔 但感覺波蘭這邊比較有可能是打小弓喔 雖然還沒有挖金礦 還不能確定 好 這邊下軍銀了 喔 這邊直接補到十個人伐木 這邊看起來不像打紫層 這邊小圍應該是打赤猴 有挖金 那有可能是小弓了 波蘭這邊是要圍死 然後打落馬的感覺 那兩邊都不太可能打棒棒 這個時間點棒棒有點太晚了 這邊四個人吃過 好 上到了封建時代第一時間下馬就 還是射箭場 哇 射箭場喔 如果射箭場就OK了 哇 還是雙射箭場 因為他是挖金喔 確實是小弓 那這邊是馬就了 因為沒有挖金喔 只要一看封建時代有沒有挖金 基本上可以拆出對手的套路了 然後這邊看到有挖金喔 即使沒有看到射箭場 應該也是心知肚明阿 對手應該是 打一個工兵路線 但是他這邊也是有看到的 這邊工兵 那這邊是十九批上雙射箭場的開局方式 會有一點更極限一點 那我之前是想要加到十九批的 但是我覺得經濟上可能會有點太極限了一點 不然下次我來加一個十九批好了 比較進階一點的雙射箭場小弓方式 因為這個批數上得越早 工兵越早出 越容易打贏敵了 那二十一批的話 算是比較 比較有可以失誤的空間 經濟上會更好 好 OK 工兵過來 這邊看一下操作 工兵有一級射了 熊主這邊兵工團補得很及時 但挖金只有七個人挖金喔 待會會斷這個小弓 但是這邊PO來 就很簡單 直接出一個射箭場 這是我們昨天PO的那個影片 只要是雙射箭場的話 防守方式都很簡單 你只要出一個射箭場就可以了 然後毛兵 一級射一級防 等一下 就會輕鬆丟打對方雙射箭場的一個工兵 就是這麼的easy 好 那這裡還有出一些肉嘛 所以現在突然是雙面進攻 但是 匈奴家裡守的也是不錯的 這個長槍兵都有按 這裡一隻 然後上面這裡 這裡沒有 這裡有一隻 兩隻而已 但是正面已經被打回去了 看起來已經 要準備來上這個城堡Style 工兵應該不會再按得太誇張 可能會頓頓續續的按 那這個鐵好像趕快在灑 有可能要轉一些戰毛出來 不然這個毛兵對打已經會打輸了 OK 直接對射 兩邊秀一下操作 兩邊秀一下操作 好 那這裡有按少量的毛兵在這裡 藏在這個裡面 三隻毛兵 另外這個高地 擊退了波蘭這裡 這個教學影片 我們有提到 要 康德這個打法 就是出點毛兵 不然就是出肉馬 但這個情況下已經打了一段時間 在出肉馬 已經會脫到這個赤猴 上城堡Style 所以直接出毛兵是會更適合一點 那波蘭這邊的重點 就是要先打掉對方的工兵 先殺工兵 不要去打戰馬 打這個毛兵很虧 絕對不要去打毛兵 這個工兵先打 但是後面已經圍得差不多了 那波蘭這邊經濟狀況還不錯 開始要來挖進上城堡Style 事後也再繼續找機會打 看起來沒打到東西 還剩兩隻肉馬 有點虧 好 好 熊奴這邊 應該是要打破囉 但是毛兵數量很多 哇 這怎麼忽然 毛兵按得真是有點誇張 他覺得會上去硬點嗎 我覺得會耶 他這裡都一擊射一擊防了 但熊奴這裡沒有點防禦喔 防禦有點慢點 OK 這邊優先繼續打這個工兵 工兵一直點 喔 又打到了 很準 打到毛兵 這邊都有秀到一個操作耶 哇 波蘭這邊瘋狂點射 射掉了非常多的毛兵跟工兵耶 工兵只剩三隻 熊奴這邊 可能上城堡Style 會來轉這個 馬弓喔 打這個馬弓也不錯 但目前他的片 他的肉有點多耶 十七片田 這邊上來再繼續優先打工兵喔 工兵一定要先打 這邊卡彈 射不出去 好秀一下 一隻 兩隻 欸沒死 不掉了 OK 剩下兩隻可能有點難解 這邊 操作秀到這麼極限 好後面再補了幾隻工兵 但這邊就是我說的喔 他如果一沾工兵的話 也會有點難上喔 這個城堡Style 因為田喔 第一時間沒有 撒太多的關係喔 是為了要維持這個雙射箭場工兵的原因 想要盡可能喔 用這坨兵喔 去騷擾對手 然後那波蘭這邊 自己的毛病全部送光之後 但是城堡Style已經點了 時間大概已經一分多鐘 那第一時間喔 可以考慮出這個騎兵喔 去做反制 那如果要出騎兵的話 一擊防可能要趕快點下 那目前沒有看到明確的一個動作 反而是選擇下這個射箭場 那應該有可能是出毛兵 戰毛或強 呃 跟這個奴兵喔 都有可能 那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會先首選 神這個戰毛兵 好 毛兵趕快按一下 然後上到了這個城堡時代 OK 兩邊打的算是比較小心一點的 好 戰毛加上品種還有二級射 但是 兇奴這邊是打騎士喔 果然是打騎士 因為他田傻的夠多 我們之前的教學影片有提到 如果你要打這個 肉的寶兵喔 或是騎士豹的時候 田一定要到15片田以上 這個騎士才不會容易斷 好 這邊工兵直接進來射射 射死了一村 哇 手紮士有兇的拿上 哇 直接死了兩村 第三村有沒有機會 殘血 可以 應該可以 喔 聲音一滴 但是破爛的村民會回血喔 這可能回血救的這隻村民 一命都不可能 好 那戰毛兵很有效的 克制對方的工兵 全部克制掉了 呃 只死了兩村 覺得還能接受 大家趕快去補下自己的TC OK 第二TC也補了 但只用毛兵的話 對方已經出騎士的情況下 這一波打過來 可能會直接爆炸喔 騎士還沒出來嗎 騎士在哪 喔 在這裡 出來 雙馬就 那兇主這邊 TC 蓋這個地方 OK 我想到他3TC應該是按下去 事後做已經消耗掉了 OK 那這裡過來 戰毛兵直接傻眼 哇 聰明來不及為 蓋不起來 騎士爆 而且很尷尬 這裡剛撒田 沒有木頭 修到院也不能下 只能先按幾隻騎士喔 稍微守一下 一隻村民被砍死 這邊過來伐木 補伐木的村民 趕快拉走 這裡要趕快圍一下 這裡也是 這裡趕快做防守 哇 這個村民一直 這個排成 尷尬尷尬 修到院下在這個位置 可以 然後這個修到院喔 下在TC附近喔 就比較好防守 因為生旅喔 可以去做一個有效招響 克制對手 起兵的一個進攻 那招到對手 如果他來看你的生旅 你的生旅還躲在TC裡面 抗招響 這個招響的攻勢喔 算是一個不錯的防守方法 欸 城堡蓋蓋不蓋了 直接滴掉 阿吼 BBQ 所以才剛剛第一隻 沒有出這個 長槍兵的升級 哇 又要再看被砍死幾吋 村民宿慢慢被拉開 52吋打53吋 但這邊匈奴雖然開了3TC喔 但是雙TC 啊 雙馬就有騎士暴的關係喔 所以這裡村民斷的蠻嚴重的 所以村民並沒有拉開 非常明顯 但這邊讓他這邊 大量村民直接出來蓋TC 這裡有點虧阿 哇 前後面都在打 那尤雲破爛這裡沒有一級射的關係 所以這個 TC喔 射的傷害也不高 哇 這三隻騎士 四隻騎士直接無雙開砍 殺了16村阿 村民宿45村打54村 這邊想要砍破一個木牆 對啊 你這樣子沒什麼意義吧 忽然 為了把那個洞補起來 就會死一堆村民 然後早上前後來回 有點虧喔 然後對方很輕鬆 就會打破一個洞 那個就從那個洞進來 然後這個石牆也沒有維好 兩百多血了 好 聖女趕快再等這個CD好 終於著想一次 嗨 這裡要送了 這邊想要再堵石牆 喔 又堵了一次 但堵了一個洞 他又幫你開一個洞 這邊石頭有點難挖 到650 哇 虧了虧了虧了 喂 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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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後面 招後面的 那隻招不到了 那隻招不到了 看一下後面 上面勝率也在招 哇 下面那個勝率沒招到 直接死去 哇 虧了這個 有點猛 這個就是騎士爆 欸 沒招到欸 他應該不能停的 那個停下來 沒繼續翁 完蛋 果然 直接BBQ 村民也斷村 斷到 按不了是不是 賊慘 好 這一波進攻 第二波又來了 村民這裡又有個落單 兄弟 時間沒有看到 聖女 數量有點少 只有剩下只剩下一隻 這隻還在CD 還不能招 這波又過來又砍個一波 匈奴這邊打得很極限喔 支援用得很徹底 好 村民開TC 又被抓包 村民又被砍個一波 哇 這一波 突然被各種抓包阿 這看起來是不是沒料了 匈奴直接 騎士爆 有這麼簡單的嗎 好 這邊自低其事 好 下面一開始補大石牆喔 好 前面這個TC也自低了 好 那這一波 看起來匈奴打超不錯的戰果 村民術明顯拉開 3TC又有在運轉 好 經濟力量看起來很不錯 好 這邊看起來是要來前置蓋城堡了嗎 喔 拉的村民有點多 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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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石頭還不夠 匈奴要第一時間插上城堡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想插這個位置 直接插這個主精喔 繞過來然後直接插在他臨上 再更匈奴插這個位置 直接射兩個TC 還可以射這個生旅出來的位置 那這邊要一個強大的一個軍事支持喔 才有可能把城堡蓋了起來 騎士數量不夠的可能會有點危險 好 直接選擇蓋在正面 不錯 正面也可以 好 但是三隻生旅直接招降 第四隻也在招 喔 直接招招招 再招 喔 直接招走了三隻騎士 好 突然拉一些騎士到後方 直接砍匈奴的一個村民 好 生旅的老頭趕快躲到TC裡 OK 四隻老頭直接躲掉戰場 正面讓大量騎士直接去砍村民 村民這邊突然蓋不起來 直接減少了石村 忽然好像有機會打得回來 但是後面有更多的騎士補了過來 村民上 雖然已經死傷慘重 死剩一村 快炸刀 啊 這個招到殘血了 要再招嗎 招一下招一下 一刀 兩刀 補個血 三刀 欸 吉死刀走 NICE 哇 這波波蘭 打得還不錯 這一波又被他守住了 第二波著想攻勢 要繼續招嗎? 這邊看到看BK了 前置馬舊 騎士的數量越越多 老頭這邊再招一波直接招到四隻騎士 但是老頭趕快撤了 老頭趕快撤回TC裡 直接拿個老頭直接被砍死 但是這邊直接招到四隻騎士其實蠻賺的 這邊想用蓋建築物就蓋不下去 騎士直接往內護打 這個城堡還是要蓋嗎? 拉了一些村民 匈奴看起來要放棄了 雖然後面又拉了更多村民 哇這波看起來突然有打回一點點 直接殺了蠻多村民的 這邊趕快再補下一個正面 把這個城堡給守住 左邊TC也在運轉 4TC 3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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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 村民可能要被穿死了 騎士過來直接來解奴炮 但是匈奴這邊的馬有點多 這邊城堡也蓋好 這邊騎士可以再來卡布了一下 OK 騎士可以圓地圖打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城堡沒有蓋好 騎士想回家也回不了 少女過來一隻 招想招對手 對手我前面逼走 結果自己跑到前面去送 完了完了 哇這個風向很亂 好 4TC開農 好 城堡1號 馬上點下貴族特權 開始要用騎士來反制對手的騎士了 看自己的農田不夠多 22片田而已 村民樹也不是很好 這邊防禦也沒有點 好 先補一個馬舅 農田可能要再灑 對這邊再灑一片 這邊也要好好在灑 灑一片在這裡 好大東雲直接開左邊這個位置 好這邊直接壓寶壓在這個角角落落 應該是能蓋得起來的這一次 哇這樣直接被空到主金 但還好主金也剩下三礦區而已 還算是可以接受的一個範圍 好這邊清洗兵數量有點多 是要來專門 客製對手的一個生旅的一個做法 生清起兵 而且數量還蠻多的 好這邊主金是要蓋起來 趕快跑 生旅要被射死 欸 進去 馬上出來逃難 好城堡蓋這個位置 但是這邊金礦還是被鎖住了 好點一下了跑速跟二級防 還有這個輪軸技術 好那波蘭這邊終於上了正軌 經濟開始好了起來 但是第一時間 兇人已經上到了帝王時代 兇人這波騎士暴打得非常漂亮 波蘭居然還有空可以去撿一擊 好第三個馬就 我來這個位置 那我覺得波蘭現在的反擊好像有點困難 這邊應該還是要趕快上帝王時代 你看到對方這麼久沒有過來 應該心知肚明 對方應該是上帝王 結果這邊沒有要上帝王時代了 直接城堡 騎士爆 跟對方打一波 騎士按的數量蠻多的 還按到這個炸藥桶 這個是按錯嗎 沒有好像不是按錯 還按兩隻欸 這邊是要炸什麼 炸城門嗎 對方騎士數量其實還是很多 好 好 畢士直接到熊母家裡 開始砍 正面還有東西可以燒了 這裡該不會是要按衝車吧 好齁 這邊大量的風吹 好 這邊上帝王時代直接壓第一個城堡 想直接壓出兵點跟城堡對射 人生女要小心進入城堡的射程範圍 好 但第一時間清奇兵直接淹人上來 直接砍死一隻老頭 其實要躲在裡面 好 但這邊騎士怎麼有限在砍城堡 問號 好 這邊出來老頭又直接倒地 哇 這裡不能出來不能出來 這裡直接大開戰 脫藍貴族特權 能打的姨媽生女再出來 又被砍個一波 好 這邊有點空太過來了 騎士砍到最後的結果 好像只有險勝 對方 匈奴還是有點強勢的感覺 但是大量貴族特權的騎士 又補了過來 哇 這一波波蘭打得不錯 正面戰場 由波蘭的少量騎士 拿下了一個勝利 這邊衝車喔 可以再繼續按喔 哇 這一波要是他沒有狂按騎士 可能就GG了耶 但是有幾隻清奇兵直接跑到裡面就燒了 好 衝車開始要來頂了 這個魚會記得滴嗎 忘記滴就有點虧了 這邊還在追逐 城堡呢 城堡會不會被拿下 400滴 300 喔 有的 OK 回收一下支援 城堡 可以再繼續衝了 這邊可以拉幾隻村民喔 去修理一下 這裡面有村民 加上炸藥桶 直接炸一波要直接手撕掉了 砰 砰 砰 直接炸恰半血 有兩隻自爆狂 被直接 射死了 但是騎士數量其實有點少 這邊第一時間 兇了也沒有點一下動裝奇病的升級 反思用自己的騎士跟對方互打 那自己的城堡血量升級前就給他死滴血 數量上騎士終於點下了 這個重裝騎士 點一下重裝騎士之後 突然就不好打了 哇 匈奴這部一定強 直接回來守一下 第一時間沒有去拆衝車 選擇的是先打交戰 這邊重車過來再撞一波 這裡修城堡的人可能要多一點 正面直接在開打 變重裝騎士之前先打 但是對方有三級馬凱 還行喔 三級馬凱也只是增加進防一點而已 但重裝騎士的話是加二防會有點危險 變重裝騎士了 二加二變成 變成這個 二加三 變成這個 三級馬凱猛 射龐騎士 很猛 但是波蘭這邊 這波反打打得不錯 哇 居然打贏了 哇 波蘭打得漂亮 城堡打地王 用衝車直接衝爛對方城堡 中裝騎士全部被吃光 這就是以數量取勝喔 不好意思我更正一下 重裝騎士是增加他的血量而已 血量加20 那基本上要再加2 那這邊點一下 料王技術 村民樹101村 TC慢慢往外開 波蘭這邊其實 很濃欸 莫名其妙農到前面來 這一波有沒有看到挖屎頭村民 哇大量挖屎直接跑走 正面這一波可以再來交戰一下 但也可能會打輸要小心一點 因為對方是重裝騎士 用個高地跟對方反打一下 OK高地又是互打 但是波蘭騎士還是有點難纏 因為自己的一個經濟喔 沒辦法跟得上對手了 對手這邊118村經濟其實蠻好的 而且對方還有這個騎士的傷害 比較高一點 血量也多一些 防禦也是喔 防禦多了一點 這波再過來砍一下 但是數量能移嗎 二攻還沒有好就要打 二攻好了可能還能打一下 黃金色女怪直接招翔 這一波騎士能打移嗎 好開始兇人的黃金樹有點撐不過來的感覺 喔直接招走對方重裝騎士 正面這一波匈奴利用的高地又是稍微打出一點優勢的感覺 但是後面有更難波蘭的貴族特權騎士見了過來 一致排開 這一波正面交戰入死誰手 血量兩邊都非常的殘 但是匈奴這邊的數量開始跟不上來 後面有更多的貴族特權騎士補了過來 但是這面 這面熊爐的黃金樹有點跟不太上產能 出的樹有點難打 波蘭居然贏得了這場比賽 波蘭 打得也太精彩了吧 哇 他 他真的是顛覆了我對波蘭的觀念 我覺得波蘭就是有機會就要上帝王 畢竟這個肉那麼好獲取 但自己烈士的情況下 他是選擇了一個 直接喔 爆騎士 貴族特權爆騎士 守住陣線打正面 這真的有點讓我意外喔 我真的沒有想到 城堡時代的波蘭可以打贏帝王時代的匈奴 匈奴其實是有遊俠 但是他沒有經濟可以點到遊俠 他前面出太多騎士了 而且波蘭這一場也沒什麼騷擾到對方匈奴 匈奴基本上是一個在經濟百分之百成長的一個狀況下 在跟波蘭褲打 但是匈奴層出雖然開來3TC 但是村民術沒有運轉的非常的那麼好 所以層出的時候他的村民術是沒有在運轉的 只有單TC在運轉而已 因為他一直雙騎士要爆騎士的關係 你將去捨棄雙TC 或是3TC的村民術的一個產人 然後到了後面一點才可以轉出大量農田去補下村民 所以那段時間波蘭雖然被殺了很多村民 但是其實匈奴也沒有拉開 但是打到後期沒有想到 貴族特權的騎士居然 能跟匈奴後期大產人 拼比得上 這個讓我有點意外 因為畢竟匈奴他不用蓋房子 省下很多木頭 那些木頭都可以拿去撒農田 所以匈奴的一個出落馬的路線 也不是太弱的 甚至還一定有優勢的 那我覺得這場有點經典 來看一下經濟狀況吧 這邊城堡時代2分鐘差不多 但是城出這段奇跡 匈奴這個一級目太晚點了吧 33分鐘才點一級目 這邊為了打一個超級大暴兵 封建時代就沒有點 但是波蘭這邊 一上封建時代就點了一級目 所以我就說 常常會去跟大家去提一件事情 你上封建時代一定要點一級目 不然你沒有這個習慣 你忘記點了 這個經濟產能就真的差很多 但是波蘭這邊 輪走技術相對晚一點 到這個時間才點 但是匈奴也是 兩邊都很晚 所以就當作沒這件事情 匈奴這邊 看起來經濟狀況 雖然是全贏的 但是最後輸了比賽 波蘭用少量的黃金 加上大莊園的農田 贏得了這場比賽 我覺得非常的震撼 沒想到匈奴居然會輸給 波蘭的貴族特選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影片之後 等一下 我會給你 還是記得 按讚 unanim 莊園